还真是阳光明媚 妖怪开大会 搞了半天 原来你们都是那个傻傻傻呀 傻傻 田小姐 这也太神奇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妖怪开会 麻瓜别插嘴 你也是麻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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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太神奇了 你也太神奇了 我肚子里有不算吗 田净植 道歉的话不必再说 血我收下了 这事就算翻篇了 好 江医生 以后小复兴的事 就拜托给你了 我一定尽力 这一觉睡了三十个小时 身体都不听使唤 明媳大哥 陪我去跑步吧 好 你这一觉 我把你让你让你完蛋了 你还是一起吃吃吃看 我给你算什么 算了 还是先去吃大餐吧 我给你吃吧 你吃的 不吃了 你吃的 模糊 你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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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吃你的 你是不是在笑话我吃得多啊 你们面前这些都是小福星吃的 我自己这才刚开始呢 你慢慢来 江医生给我注射完营养针之后 我感觉小福星 替我的肚子更有劲了 早就应该联系他们了 这是小福星运气好 万一他们是坏人哪 你这么谨慎是对的 有做一个好爸爸的潜质 继续保持 对了 你之前说 不想让我知道的事 就是S组织的事吗 我知道你没有把拉恩的身份 告诉田净植 我们也不会说的 他知道的越少越好 拉恩说 你对S组织有疑虑 关于丁田的事 你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问我 他真是年龄多大了 二十六岁 六年前在英国被绑架 后来绑匪发现绑错了人 将他扔到了海里 就是在那个环境下 他变成了我们的同类 被你们制裁前 他到底干了什么 高价出售罕有自己血液的面膜 我被一家高级护肤品公司的研发总监注意到了 并购入了一百片 好在我们及时拿走了包裹 否则他肯定会被发现 我也被很多人发现过 除了田净植和冯冻冻 还有李燕芝 张萱萱 叶琛 还有方晓 你知道他 不只知道 我还更改了他的邮件 即使你不给他一百万 我们也会帮你解决这件事情 这么说 我欠S组织一个人情 明居大哥 我收拾好了 可以出门了 就来 加上现在两个了 我们不需要汇报 如果方晓选择于私罔铺 你们会杀了他吗 那会是最坏的结果 你们没有考虑过加入他们吗 我之前听白鹿讲S组织的 理想和报复的时候 感觉超然的耶 哲学家尼采说 与怪物战斗的人 应当小心自己 不要成为怪物 当你冤远 凝视深渊时 深渊也在凝视你 感觉不太好 干嘛突然纹糊糊的 还要不要给小福星 再来一份 好主意 再加一份制式蛋糕 小家伙最喜欢吃甜品了 我们家丁田 以前很粘人的 我们家丁田以前很粘人的 但这次从英国回来 不知道为什么 非兼职一个人搬出去住 这按理说 如果被绑架后 心里有阴影的话 应该更依赖家庭才对呀 还没有我女儿消息吗 暂时还没有 您别着急 再想想还有什么细节吗 喂 是我 好 结果出来了 好 多谢了 有需要我再联系你 徐灵乔 我帮你找到同类了 那我们消息 Bing 真心都能联系你 他的态hora 给你 avanz franch国的 你要够谋 ler purpose奋一下 tą借件 你可能他都问问你 你い examination 他去 Excel 下期才能提升自己 冯朱离 你不用工作吗 论坛里新增的黑帖 我都骂了一个遍了 花园交了吗 等等 跳下去 你之前搬来的时候 我还以为你是我的粉丝 那次还让冯冬冬去给你送光盘 算是丢死了 你还说过 你跟薛林乔只是单纯的邻居关系 感觉就像在你面前裸奔 没关系啊 我是女人 大姐 只是一个比喻而已 不要搭枪好吗 原来之前你跟我撞山 都是为了想引起我的注意 还有 那个地址写错了的水果快递 也是你搞的鬼吧 我入侵了你的网购账号 冯冬冬这个妃子 还敢号称自己是黑客 家底都快被人罢过